《猎王记上》第21章 耶稣列人拿伯在耶稣列有一个葡萄园 靠近撒玛利亚王雅哈的王宫 雅哈对拿伯说 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 我可以用作菜园 因为你的葡萄园靠近我的王宫 我要把一个更好的葡萄园与你交换 如果你喜欢 我也可以按市价给你银子 可是拿伯对雅哈说 耶和华绝对不容许我把祖业给你 雅哈因为耶稣列人拿伯对他说 我不能把祖业给你 就闷闷不乐回到宫里 他躺在床上 脸抄像内也不吃饭 他的妻子耶喜别进来见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心里这么烦闷 连饭也不吃呢 雅哈回答他说 因为我对耶稣列人拿伯说 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 我付你银子 或者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用另一个葡萄园与你交换 可是他说 我不能把我的葡萄园让给你 他的妻子耶喜别对他说 你现在不是统治以色列的王吗 只管起来吃饭 心神畅快 我并能把耶稣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于是耶喜别以雅哈的名义写了一些信 然后把这些信送给那些住在拿伯城里的长老和贵胄 他在信上写着说 你们要宣告禁食 使拿伯坐在民间的守卫上 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 做见证控告他说 你曾经咒诅神和君王 然后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把他打死 于是拿伯城里的人 就是那些与拿伯同住一城的长老和贵胄 都照着耶喜别送给他们的信上 所写的去行 他们宣告禁食 使拿伯坐在民间的首席上 然后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 这两个流亡当众做见证控告拿伯 说拿伯曾经咒诅神和君王 众人就把拿伯拉出城外 用石头打他 把他打死了 于是他们派人去见耶喜别说 拿伯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 耶喜别听见拿伯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 就对雅哈说 你起来 去占有那耶稣列人拿伯从前不肯给你的葡萄园 因为拿伯现在没有命了 他已经死了 雅哈听见拿伯已经死了 就起来 下到耶稣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那里去 要占有那园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 下去迎见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雅哈 他现在正在耶稣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里 他下到那里去 是要占有那个园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杀了人 又占有他的产业吗 你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狗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 也必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 雅哈对以利亚说 我的仇人啊 你找到了我吗 以利亚说 我找到你了 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 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说 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你 除灭你的后代 在以色列中属亚哈的男丁 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 我都要除灭 我要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 因为你惹我发怒 又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 至于耶喜别 耶和华也说 狗必在耶斯列的地方吃耶喜别的肉 属雅哈的人 死在城里的 必被野狗吃掉 死在田野的 必被空中的飞鸟吃掉 只是从来没有人像雅哈的 他受了他妻子耶喜别的引诱 出卖了他自己 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他按照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的 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 跟从偶像 行了非常可憎的事 雅哈听见这些话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披上麻布 进食睡在麻布上 并且神色颓丧地行走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 以利亚说 你看见了雅哈 在我面前怎样谦卑自己 因为他在我面前谦卑自己 所以他还在世的日子 我必不降这灾祸 到他儿子的日子 我必降这灾祸与他的家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ー 感谢观看